钱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part 3 生产的人养羊 他现在很specialized 五千只羊 在不一样不一样的区 因为他现在做大了 看他们每只羊卖的时候 他是不是拿金 金是不轻的 这样银也很重 金也是很重 这样怎么样 除了可以做金 他还可以做什么 做手势 当时就有金店拿金做手势 他拿钱来挂在景象 但是这个东西 他可以挂在景象 可是又挂到很美 就是你挂钱在身上 OK 所以就开始了 阿威金店 所有的人要买漂亮的东西 你要你老婆开心 你就会去阿威金店买 就这样是那个村 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个金店了 这样现在 这个卖羊呢 你还记得吗 他很多金哦 他跑去买金的时候 他讲 哇你这样多金 可以不可以啊 我的金啊 放在你的金店 因为我的家很不安全 放在你的金店 反正你都是做金 我相信你 放在那边 他讲你拿金来 放在这边 他讲我拿我的金放在那边 你可以不可以写给我手条 我今天放一千粒 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千粒的手条 说说说说一千粒 对 那一千粒拿去 一张纸啊 讲我阿威金店 跟你收一千粒金 放在我这一边 你拿去阿威金店 就跟他讲 每一个月 我跟你拿一粒金啊 因为你放在我这边啊 你这样啊 我要去买菜 他就跑回去那个金店 他讲 一千粒 你开十种手条给我 我不要一张一千 所以你开一张五百粒的给我 然后开四张一百粒的给我 然后你开那些闪闪的给我 啊 现在就不一样了 二张那个阿威金店 因为每个人相信阿威金店吗 他就拿那一张 他看到 是阿威金店的 好 他就拿两张给那个卖菜的 卖菜就给阿斯罗菜的拿回去了 这样开始的 所以当时那个草票 随人认 他是人阿威金店的 当时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国家 美国 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了 就想到这个东西就想 哎 打不如这样了 我们金店完全合起来 我们真的 多银行 你学到了吗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哦